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五十三页 五十三页 北方农业的恢复与发展 北方农业的恢复与发展 这个咱们讲 就魏晋南北朝时期 这个江南在得到持续的开发 他经济是一直向前发展的 北方因为是迭京战乱 古人写诗叫 若论古今兴备事 请君只看洛阳城 那地方太惨了 太惨了 老打仗 老打仗的话 所以北方连年战乱 那造成的结果就是 出现什么结果呢 就是北方的经济是在 破坏恢复 破坏恢复 循环 所以我们来看 这一时期 首先看它的特点 特点 农中规模缩小 畜牧业扩展 汉人跑了 少了民族入主中原 所以畜牧业扩展 两汉时过度开垦 导致的环境破坏状况 有所缓解 你看我们现在这个 这个教材 它特别强调 人口和环境的问题 它为什么强调 人口和环境问题 就是 因为现在是一个热点 人口和环境问题 是一个热点问题 然后北方农业 总体上是在恢复和发展 北方农业总体上 是在恢复和发展 主要表现在 第一 新农具新技术 曹卫 马军 翻车 灌溉 曹卫 马军 翻车 灌溉 曹卫 就是 三国卫属 的那个卫 曹卫 这个北卫 就是 五代石骨 南北朝的时候 那个北朝 那个卫叫北卫 那是少数民族 先非族拓跋式建立的 北卫 曹卫 就只是那个 然后马军 发明了翻车 不是撞了翻的 用于灌溉 跟那个自行车 那原理似的 一个那个 跟那自行车的链子 绑了一堆竹筒 是吧 然后一半在 在水里 是吧 然后那个人踩 一踩的话 那个链条转动 链条是绑着竹筒吗 竹筒就把那个水给 给弄上来 然后他 然后他 他这个 倒到一个槽里 倒到一个 这个竹筒 那个槽呢 通到这个 地里去 就把这个水 就给灌到地里去 他不但可以用于 这个灌溉 还可以用于排烙 假如这个地被淹了 是吧 烙 倒过来 就弄河里去 还可以这样 但是他还是靠人力的 这是我们讲的 这个第一个工具 讲的第一个 就是说 除了那个铁器牛羹之外 第一个 有名有姓 有具体东西的工具 然后第二是 精修水利 这没什么可说的 第三是开发边疆 河溪走廊和辽东地区 河溪走廊 就是哪 在今天的哪个省 山西 山东 甘肃 甘肃 麒连山跟昆仑山之间 河溪走廊 对吧 敦煌 玉门关 阳关 河溪走廊 是吧 五代十国 都有很多政权在这割据 什么什么烟 粮 很多政权 在这地方割据 然后辽东地区 也是那个烟 就是你看那个什么 那个 那叫什么 天龙八部 慕容市 慕容市 慕容市要复国 慕容市建的那国 就是在河溪走廊和辽东地区 就在这地方 就在这地方 所以这是我们讲的这个北魏时期的经济 北魏时期经济 讲到这儿我想起一个 就说比如说我们这个高考啊 比如说历史 他要给你创造一个新的情境来考你 那什么叫新的情境呢 黄河和长江的示意图 是吧 示意图 这个 示意图嘛 这是淮水 淮水的示意图 淮水的示意图 图中阴影部分 图中的阴影部分 反映中国古代战争频发 阴影越深 说明战争爆发的越频繁 说明战争爆发越频繁 下边请告诉我 在中国古代 什么地区战争爆发的最频繁 黄河流域 或者你说中原 或者你说中原 黄河流域 或者说中原 都可以 二分 二分 什么地区战争爆发最频繁 这差不多 只要您有最基本的中国地理知识 都能打出来 也有还要说新疆了 那另说了 那另说了 有有 现在二分了 这一共八分 剩下六分问你 为什么这个地区的战争爆发最频繁 六分 六分 为什么这个地区 你不是说中原地区吗 为什么若论古今兴沸士 请君只看洛阳城 干嘛老打洛阳 洛阳招谁惹谁了 为什么这个地方 战争爆发的最频繁 六分 六分是几点 怎么考虑 六点或三点 没有那么多点 就是三点 就是三点 或者两点 两点或者三点 那不可能一分一点 怎么考虑 这个地方为什么战争爆发最频繁 怎么考虑 你现在就可以答这条题 完全可以答 对吧 你如果我还没讲完呢 您刚刚讲到三个两点 没吵 隋唐送我什么 你都没讲了 怎么就可以完全可以答这条题 常识 这凭常识答 还六分 中国古代 中国古代 为什么这个地方战争爆发最频繁 整个古代 为什么这个地方战争爆发最频繁 能一朝一代的答吗 不可能吧 不能一朝一代的答 对吧 而且就六分 六分 三点 仨田空 你想想 这地方为什么战争爆发最频繁 你经济发展就得打仗啊 我天 那咱别发展了 有地就得打仗啊 那咱甭种地了 争夺什么 土地 哪没有土地也非得争这 长江一南 土地更肥沃 完了 全完蛋 有没有同学会考虑这个 就这种东西的话 你要是做 你应该怎么做 这种东西 你想中国古代的战争 都是跟什么人打 少少民族 还有 还有 有跟外国打的没有啊 没有 跟外国打也不跟这 是吧 那气息光看我那的 东南沿海也不跟这 是吧 你跟少少民族 还有跟什么人 自己人是包括什么人 你别说诸侯 那诸侯 他到了秦以后 就没有诸侯了 一直在这打仗 不要说具体的东西 你比如说什么东西 他经常打仗 为什么 刚才你们说争夺吗 那就是什么 怎么个争夺法 争夺什么 就是王朝之间的什么 耕底 对吧 王朝之间的耕底 还有什么事 还跟什么人打仗 除了跟少少民族打 然后自己 就是王朝之间耕底 还有什么 你想还跟什么人打 中国古代 还有什么战争 农民起义 对 农民起义 对吧 就完了 你把这三点打上 完了 少少民族南下 王朝耕底 农民起义 六分 没跟你说仨田空 对吧 仨田空 你高考怎么着 挣分 你得把问答题 当成田空题做 才能挣分 您长篇大论写 你有功夫 对吧 明白这意思吗 孩子们 你计他没用了 这已经是成题了 不会再考了 我就说这意思 就是说你怎么考虑 那啥想 瞪着眼睛 啥想 是吧 你怎么考虑 你想中国古代 为什么老跟这打仗 你想就是中国古代战争 都是为了什么 因为什么 你不就打出来了吗 因为少少民族 南下 是吧 少少民族南下 呱一过来 这个地方是怎么样 首当其冲 对吧 冲到黄河 他就 差不多就可以了 冲长江 他冲不过去 长江偏险 是吧 那少少民族骑马了 长江都过不去 黄河有接兵的时候 长江又不接兵 对吧 他过不去 对吧 所以就是说 少民族南下 然后这个地方 王朝更迭 一般都定都 长安洛阳 所以王朝更迭 再往就是 农民起义 对吧 一般定都 长安洛阳 所以农民起义 也抢这地方 能明白吗 这个卷子一会儿再做 先继续 马下看 这个第三节 咱们就讲完了 手工业不考 商业也不考 这一章是最爽的 一共四节 删了两节 第三节删一半 等于一共还剩一节半 一共还剩一节半 每个人两章 都拿到了吧 每人两章 要不给大家 一个小时时间 你们先做这卷子吧 你们做完咱讲卷子 因为这是仙琴 你们先做吧 把书盒上 听着 所有的 从高三开始 我再强调一遍 咱高二 就好多我的老部下 我都知道这事了 从高三 更是这样 所有的考试 B卷 限时 独立完成 B卷 你照书做 一点意义都没有 你还不如甭做 你先看书呢 然后限时 我说一个小时 可能都用不了 然后独立完成 别商量 这题你选什么 我选什么 别商量 你跟家做也一样 念一遍题目 然后念正 告诉我选哪项 然后念那个正确选项 你不用把四个选项都念 念一下正确选项 开始吧 请不吝点击 就是你只能念正确选项就可以了 你觉得这题应该选哪项 选A 你选A 由实际时代向金主时代过渡 你认为这个不符合是吗 由原始民主制向君主制过渡不符合 是吗 正确选项应该是四帝 由分类歌曲向中央集权 中央集权制度是谁开创的 秦始皇开创的 秦始皇开创的 那个A项哪句话符合呀 收天下之童驻九鼎 以向九州之物 是吧 所以这个这九鼎作为这个夏商周秦 几代统治者的象征 代代相传 传至秦末 失传了 在秦末农民战争的战火中 这九鼎失传了 是吧 所以那个 楚庄王 楚成王吧 想取楚 取天下而代之 取周而代之 不是派人问鼎之轻重 对吧 然后就说你那个周朝你那九个鼎要多重啊 他那意思就是说你你给我吧 我就 后来周朝的大夫不是回答在德不在鼎 对吧 就是他觉得啊 这么这么看起来是周朝国作为决 不应该把它取代 所以这夏商周 秦这几代一直这九鼎传了下来 象征九州 是吧 象征九州 所谓国家政权的象征 鼎是 这个政权的象征嘛 是吧 三国鼎立 是吧 问鼎中原 是吧 问鼎中原 是吧 那边 陈毅写是 穷寇北国 问周鼎 是吧 问鼎 干嘛非要问鼎 就是 这政权的象征 是吧 秦以后 政权的象征就是那个 传国玉玺 是吧 这个这个 结果是在原末实传的 是吧 还是在五代末 具体叫就是传国玉玺 上面 就是和氏璧嘛 是吧 拿和氏璧做的这个传国玉玺 上面李斯刻了八个鸟传文 寿命于天 祭寿永昌 是吧 所以传国玉玺 传至原末好像 实传 是吧 所以像明清两朝的皇帝 那国玺 都是自个儿刻的 是吧 清朝自己刻的 那这个从哪能看出来 它是从民主制向君主制过渡 防风式后制 给怎么了 杀了 那你过渡到君主制 那当然就建立了国家 是吧 与治群臣于会计 是吧 他召集群臣 那么有君臣了 这当然就是 国家产生了 是吧 这个意思 好 第二题 旁边 旁边 以下伺服地图中 正确地反映了 升超天下的进军方向 则是 我选 二B 二B 这应该选 C 黄河下 黄河下 对对对 商汤面 对对对 应该是A 应该是A 对对 商汤面下 对对对 我看混了 我也看成五王伐咒了 我也记成五王伐咒了 对 商汤面下 应该是A 对 大家说对 是黄河 下游 应该是A 对 然后那个C 是五王伐咒 C是五王伐咒 B和D 没这玩意儿 对 应该是A 第三题可能做不了 咱没讲吧 可以后边 可以后边 不包括秦国 秦国是后来分封的 当初周文武分封诸侯的时候 没有秦国 秦国是因为给周王室 羊马有功 所以封他为这个伯爵 建的这个国家 第四题看来也做不了 最能题对C 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 第五题 旁边 西州后期王室 摔尾的主要原因是 B在尊重制度下 西州后期 就是王室东迁 然后诸侯不朝 诸侯不朝 王室拿它也没办法 就因为诸侯的权利 太大 分封制度下 诸侯的权利太大 自己养兵 是吧 这个权利太大 第六题 我国的青鸿时代 包括我选A 夏朝商朝 二B 你再报个周朝 报个周朝 我国其实 这个铁兵器完全取代了青铜兵器 是在汉朝 秦朝军队还大量装备这个青铜武器 所以他不可能说这个青铜时代在商朝就结束了 周朝主要是这个 比如说这个文字 大家知道 商朝主要是甲骨文 周朝的文字主要叫什么 叫金文 对吧 叫金文 又叫咒书 又叫大传 是吧 金文 为您叫金文 它就是那个文字主要是刻在什么上面 就是那个顶 青铜上 主要是刻在青铜上 所以叫金文 所以那个周朝 它主要也是这个 主要也是这个什么 就是这个 青铜时代 青铜时代 夏朝也有青铜器 我们认为也有 你比如说你 你挖出一个青铜的东西 你说这东西什么时候呢 碳十四一册 说它是四千年前 四千年前肯定不是商 不是商那什么时候就是下了 还是没有文字佐证 没有文字佐证 过去这个 就是故宫里边 就自尽成了有三件叫 就是过去叫三件 船式青铜器 古代就挖掘出土了 就代代相传下来的 是吧 毛宫顶 大鱼顶 和国际紫白盘 这三个 东西就都是上面有文字的 你怎么知道它是哪巢的 它上面有文字 金文 就是 毛宫顶 大鱼顶 和国际紫白盘 毛宫顶 顾名思义 就是毛宫的顶 上面都刻文字 国际紫白盘 就是国际紫的一个盘 国国的一个国君 是吧 国际紫白盘 跟那个枣盆这么大 跟枣盆这么大 这个 曾温正宫平定长毛之乱的时候 这个 怀军名将 刘明传打进 伟父王陈德财的 伟父王陈德财的府邸 结果就检视 他的马槽的时候 发现马的 嚼子 就那种马的 环 扣机的马槽 金属撞机之声 是吧 然后 刘明传就赶紧过去 扒开草料 一看 国际紫白盘 喂马屎了 是吧 你想太平天国那方垃圾 那就是人渣 他哪知道这个东西 那都是文盲家流盲 他哪能知道这个东西的珍贵 然后 刘明传就把他带走 埋在家乡 躲货 埋在家乡 他的后人1951年把他送给 献给国家 这三大传世青铜系 就这个国际紫白盘 那个在清朝的时候 那国际紫白盘的明文的踏片 一张就好几十两银子 一张就好几十两银子 就说你 你看那个什么 现在好多那个什么建宝 那些文物 那些栏目 那东西根本就没什么看头 真正的宝贝你是见不着的 是吧 什么样的文物值钱 当时值钱的 现在还值钱 当时不值钱的 现在也不值钱 铜钱五毛钱一个 开元铜宝 你爱什么铜宝 什么铜宝 五毛钱一个 为什么 当时发行量多大 是吧 你铜钱能值钱吗 是吧 能值钱吗 你说唐朝农民吃饭的碗 现在农民还难道吃饭 是吧 你那管什么用 我唐朝的农民吃面条的碗 没用 不值钱 是吧 不值钱 你像什么什么那个成化斗采鸡钢杯 明朝做的时候就十万两银子一个 那可不然现在当然上亿了 是吧 明朝这玩五毛钱仨 现在是吧 年代久远的二百块钱四 二百块钱四 没用了那东西 那青铜器还是这个就一直到周朝都在用 都在用 第七题 关于中国使用铁器的说法 哪一种是不正确的 我想A 中国从西州开始使用铁器 应该从什么时候 应该什么时候中国开始使用铁器 西州不对 改一个字都对了 东州 东州不就是春秋战国 对吧 应该春秋时候开始使用铁器 商朝就有铁器 那铁是云铁 云铁 西州时期就开始普及铁铁 那不对 不对 春秋战国的时候开始普及的 不对 这小题不对 这答案他都给错了 应该是四地下 春秋时期充分普及铁龙救队 应该是什么时候普及 战国 战国也不能说充分普及 战国也说不上充分普及 那就对了 因为商朝就有铁嘛 你不管那铁怎么来的 它是云铁 那也是铁 不是D不对 A对了 铁器逐渐最终取代非金属工具 对 你原来那个 种地你用木石鼓棒 后来就用铁器了 谁还带用那木石鼓棒 铜器有拿到种地的吗 没有吗 铜器太珍贵了 所以在铁器出现之后 铜被称为美金 铁被称为恶金 铜是高贵的东西 美金 然后铁被称为恶金 就这玩意不值钱 老百姓跑地死了 这个意思 铜比铁值钱 确实 中国古代都是铜钱 也有铁钱的 还有泥钱的 那少 古代十国的号泥钱 第八题 提高齐国的政治立位 最后让诸侯承认他的什么 八主立位 九和诸侯一筐天下 第九题 统治集团内部 是吧 就是你甭管是这个天 诸侯也好 是士大夫 是那个清大夫也好 都是统治集团内部 是吧 这没什么说的吧 新兴地主的变法运动 指的应该是什么呀 指的是哪些事啊 商鞅管仲 那个 无企 是吧 管仲不是啊 是这个 商鞅无企 李亏 那些变法 第十题 这玩意咱都没讲啊 咱没讲 不是说肯定不考 不是很重要 他先秦的时候 要出一位提嘛 成普之战是楚跟晋 是春秋的时候 楚跟晋 成普之战 然后这个 长平之战是战国的时候 秦跟赵 这是这个 战国的时候 这个就是 杀伤最多的次战役 是吧 四十万这个 赵军被 活埋 被坑杀 被坑杀 你看咱们中国人吧 咱们的姓氏 里边有姓牛的 有姓马的 是吧 但是咱那个牛啊马呀 跟动物是没有任何 关系的 咱不像日本人 什么犬养啊 猪丝啊 猫田 是吧 他就真是 真是跟动物有关 咱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你比如中国人姓马的 是吧 姓马的 马这个姓是怎么来的 赵阔的父亲赵奢 因公封马扶军 是吧 因公封马扶军 等那个长平之战失败之后 赵氏子孙就始于姓赵了 是吧 一问就说 你姓什么 我姓赵 你爸谁 我爸赵阔 好啊 咱们国家四十万人死了 是你爸给干呢 是吧 你爸纸上谈兵 造成了这个国家军队灭亡 所以他这后人 始于姓赵 那就以什么为姓呢 以赵奢的这个 封号的第一个字为姓 是吧 所以这马姓 实际上原来是出于赵姓 是吧 咱那个什么牛 牛啊 马啊 羊啊 都是这么来的 都是这么来的 不是说真有姓 跟动物有关 是吧 不是说跟有动物有关 是吧 十一题 哪个 这一查书就完了 是吧 雀碑 是吧 雀碑 郑国渠在哪啊 什么流域啊 黄河 都江燕呢 四川是长江 那 敏江吧 那不是长江的上游吗 上游 然后这个 十二题 战国时期 各国变法 各国变法的目的是 无损黑 要在战争中 赢得优势和胜利 战国时期变法的 直接目的 直接目的 应该是哪个 应该是C 是吧 他变法的目的是什么呀 复国强兵嘛 是吧 复国强兵嘛 所以复国强兵 那就是为什么要复国强兵啊 就是要在战争中赢得优势和胜利嘛 是吧 继续 那是 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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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牧师 原作到 兼着与 斩 赵 比手 红赏 你 将者 将敌 祥敌 祥敌同伞 此向法令反映了 没有那个四 这你明显看出来 令民为十五而相目思连坐 告奸者与斩敌手同赏 逆奸者与降敌同伐 说明一个是对人民控制非常强 再一个是重视军功 与斩敌手同赏 然后另外就是法令非常严酷 逆奸者与降敌同伐 法令严酷 轻罪重伐 好 继续 实际记载使孔子铭固阳天下 子宫先后之以此所谓得势而益彰固 此宫是孔子的学生 在金山中 沃南一带 京商 劫寺连齐 所致 国君无故 非诚 已知抗理 以上数目 材料声明 我选A 商业活动促进了思想文化的传播 使孔子名不扬于天下者 子贡先后之也 使孔子能够名扬天下的 谁的作用非常大 子贡 子贡是他的学生 子贡为什么能够传孔子的名 子贡是大商人 所以国君都与之分平抗理 这样的大商人 所以这样的话 孔子才能够名不扬于天下 得势而易章 这个意思 十五题 下列各项科学技术重流 记载 莫子一书中的去全化 念一下 关于小孔城乡的光学线 就是那个 莫子光学八法 是吧 光学八条 是吧 固定的立法系统的确定 这个是什么 咱们讲过 汉武帝的时候 太初历 太初历 以正月为碎首 脉相诊病 这个是谁 贬阙 忘闻问缺 四诊法 哈利汇星是在什么里边记载的 春秋 春秋 好 十六题 三也有吧 也有封建制度 逐步确立 当然这个现在反正是 这说法有争议 是吧 关于中国什么是进入封建社会 有很多争议 十六道题 这样啊 不算那个第三第四题 因为第三第四题等于现在是 就是做不了了 因为这 不算第三第四题 剩下十四个题 全对的举手我看看 除了三四 这十四个全对的 错一个的 错一个的 两个同学 错俩的 错俩的 错三的 错四个的 啊 行 那就这样吧 就是刚才凡是举过手 同学一块举手 就是你对十个 含十个以上的举手 我看看 含十个 行啊 非常好 非常好 很好啊 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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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栋梁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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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栋梁栋梁 杨栋梁栋梁栋梁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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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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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栋� 高等数学等于就是从洋人那儿学来的 然后这个底下就是农学 农学 甲丝鞋 齐民药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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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们 看这个自然段和旁边那段原始材料 你告诉我 你看完这个自然段和旁边那原始材料 你告诉我 齐民药术有三个特点 你能概括得出来吗 从这个自然段和旁边那段原始材料 你能看出来 齐民药术有三个特点 看你能不能概括得出来 哪三个特点 那就是什么呀 种农一伤 对吧 舍本竹末 贤者所非 日复遂品 饥寒之贱 故商骨之势 缺而不禄 这就是种农一伤 这就是种农一伤 是经商做满卖的事 我不写 缺而不禄 这是种农一伤 舍本竹末 贤者所非 本是什么业呀 农业 末是什么业呀 商业 如果你弃农经商 那就是舍本竹末 这是第一个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特点是什么 不是 这材料用不着了 看正文 第一个特点你看出来 它种农一伤 第二个特点 这本书有什么 系统的总结了六世纪以前 黄河中下游地区 农牧业生产经验 说明什么 说明什么 你们这一点知识 牵移的能力都没有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 两个社会特点 社会大动荡 民族大融合 这体现什么 民族融合 对吧 从哪能看到 民族融合 农牧业 对吧 你汉族是种地的 你怎么能记载 牧业生产经验呢 谁教给你的 少说民族 对吧 农牧业生产经验 另外尤其它是北朝的 北朝就是少数民族 东魏 北魏 东魏 西魏 北齐 北周 都是先卑族建立的 所以它是农牧业生产经验 第三个就好说了吧 什么 什么 现存最早最完整 有没有比它更早的农书啊 有的是 可能就怎么样啊 就是不完整 你比如说东汉的四民阅令 它不完整了 它不像这个似的 最早最完整 现存最早最完整的 一定要注意 中国以农立国 从下朝就开始种地 不能到这个时候 种了三千年地 才想再写本农书 那不可能 对吧 肯定以前就有 别地图 西晋的培秀 与共地狱图 北魏的历道园 水晶柱 这个没什么可解释了 知道这俩名称就完了 水晶柱你们语文课都讲过 什么 三峡 道教 佛教和反佛 这个呢 就是 这个没什么可说的 其实 东汉 不是 就是这个道教啊 在这个时候变为为统治服务的宗教了 原来是民间信仰 给人治病 老百姓看不起病 所以这个教授 我给你治病 拿一张黄纸 画点东西 拿火一烧 喝了 治病 扯淡 可能有的时候 那病是心理感应了 就好了 它是黄金军起义 就靠的是这个道教嘛 是吧 就靠道教嘛 那五斗米道 就靠那种起义 它本来是民间宗教 到这个时候呢 被葛洪什么的 一改造 变成了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了 是吧 天下名山 僧占多 是吧 中国今天 佛教徒 官府统计 说是几千万 是吧 实际上可能外国人说是好几亿 说好几亿佛教徒 道教徒统计只有六十多万 只有六十多万 那就是说这个中国古代历来 这个道士就干不过河上 是吧 这道士干不过河上 是吧 历来都是这样 是吧 最后这个道教就等于 基本上就佛教化了 是吧 你看他的那些清规戒律啊 什么这些东西 全都是跟谁学的呀 佛教 包括他这神仙体系 佛教一套 佛教是宗教 道教就有点那种很原始的那种东西 也不是邪教 很原始那种东西 是吧 他为什么干不过佛教呢 佛教是宣扬人有三世 是吧 这个 前世 今生 来世 对吧 所以你 你这个 这今生你修行 来世 往生极乐 是吧 摆脱六道轮回 往生极乐 他是这个意思 道教是认为什么呀 我今生我都能怎么样 成仙 对吧 肉身成仙 白日飞生 我肉身就成仙了 对吧 然后我一人得道 鸡犬升天 你家所有人都能跟着我去 对吧 我肉身成仙 那你通过什么手段 肉身成仙呢 炼丹 对吧 炼的长生不老的仙丹 中草药啊 跟什么水银啊 炼的玩儿 氧化孔 中毒 你想想 对吧 你吃了丹 多少帝王是吃丹吃死的呀 秦世皇 汉武帝 雍正 全是吃丹吃死的 对吧 所以你这 再说这炼丹 一般老百姓玩得起吗 就就 你们家上哪玩水银去 你想想 拿那些名贵中草药 和这个 这个什么 这东西炼 那一炉子你垒得起吗 你想想 所以你 这个等于这道教 这炼丹什么 辣的八糟的 实际上就是什么人才玩的 道教 贵族 佛教 他就 是吧 我一个字都不认得 没关系 你一个字都不认得 没关系 你只要虔诚 念佛 虔诚念佛 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 一天念十万遍 肯定往生极乐 你肯定往生 那可是你一心不乱 念佛 念到一心不乱 你不往生极乐吗 你基本上不认得字 就会念这一句 就会念这一句 肯定往生极乐 所以他这就非常简单 他这教义非常简单 大家都能听懂 我什么都不懂 佛教怎么回事 佛怎么回事 不用你懂 就念吧 虔诚念 往生极乐 那得炼丹 你买东西炼丹 你想那个 明朝的嘉靖皇帝炼丹 他一年光炼丹的 燃料的钱 一年就二十多万两个银子 二十多万两个银子 你想一般老百姓 玩得起吗 所以道教干不过佛教 佛教就比道教厉害 他怎么个厉害呢 尤其在魏晋南魏朝时期 佛教为百姓 找到了一条精神解脱的道路 精神解脱 你为什么这辈子苦啊 你上辈子造孽了呀 所以你这辈子要怎么样 要修行 你修行 你才能摆脱六道轮回 佛是最高级的 佛是最高级的 佛底下是菩萨 菩萨底下是罗汉 罗汉分成两类罗汉 就是原觉罗汉和生文罗汉 那原觉罗汉他就是 他就是因缘际会 他就成罗汉了 生文罗汉呢 就是听佛讲法 才能成这个罗汉 是吧 才能成罗汉 但是你甭管是 生文还是原觉 反正你做了罗汉 就摆脱六道轮回 你就可以这个 入涅槃 是吧 什么叫涅槃呢 就是 对 不生不死 咱们认为人除了活了 就是死 他认为有不生不死的状态 就是涅槃 不生不死 所以自然科学 我个人认为是 不是 这个自然科学 是最渺小的东西 他为什么渺小的 就是他解决不了的东西 怎么样 太多了 而现在最可怕的就是 凡是我解决不了的 我就不相信 这个是最可怕的 这个是最可怕的 是吧 你自然科学 你了解宇宙的东西 能了解多少 是吧 你人类的望远镜 你能看到最远的星球 距离地球多远 对吧 那宇宙是无限的 是吧 是无限的 所以他有的就是我只要我没看到的 我就不相信 是吧 我就不相信 就是这种东西 是吧 然后凡是那个没看到的 我就一概称之为伪科学 你这个东西就 有点太绝对了 就这样 是吧 太绝对 自然科学诞生才几百年的事 是吧 才几百年的事 牛顿到现在才几百年 那以前那么远的时代 那人类怎么活的 对吧 他就靠种宗教 是吧 然后这四道之外 往下就是轮回的六道 天 人 阿修罗 畜生 恶鬼 地狱 是吧 天呢 就是那种什么 玉皇大帝 就属于天道 是吧 天龙八目 天也是有寿命的 八万四千岁 是吧 你十万岁 你二百万岁 你到这岁数一满 你还要进入轮回 然后是人 人要是在轮回的 阿修罗就是叶叉 什么那个 额着里边的叶叉 拿着钢叉那玩 叶叉 这三道还算不错 天人 阿修罗 这算不错 然后到畜生 恶鬼 地狱 这就惨了 尤其你要一跺地狱 那完蛋了 万劫不复 所以就是说这个 你看你信佛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上报四重恩 下祭三土苦 那四重恩 父母 国家 是吧 这四重恩 下祭三土苦 那三土苦 就是你别堕入畜生道 恶鬼道和地狱道 是吧 所以还跟老百姓宣传着 老百姓太高兴了 我这辈子苦 原来是没有上辈子造孽了 是吧 你上辈子是个国王 你杀人太多了 所以你这辈子苦 你现在是成独立了吧 是吧 你好好修行 本来是你还是国王 这事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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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我上辈子是国王 你想想 那我就想我上辈子多美 我下辈子多美 这辈子我认了 是吧 你看印度贫富分化 比中国怎么样 人家有砸垃圾桶的吗 有偷井盖的吗 是吧 有把公园护栏给砸的吗 没有 那为什么 他独信宗教 当然印度人不是信佛教 印度人信印度 印度教 佛教教义 很多从他吸收来的 他就认为 我这辈子苦 是因为我前世造孽 是吧 所以你多宣传点这个 对于和谐社会 多有好处 是吧 你都无神论 什么地狱 没有 你放心 没有地狱 不要相信那个 所以那我该贪污 无所谓 反正也没有天堂地狱 无所谓 我不贪污 我也不上天堂 我贪污 我也不下地狱 都是骗人的 没人相信这话 所以你有宗教信仰 哪个宗教都是教你 行善 你人人笃信 法律就都没用了 你像武界 杀盗 淫忘酒 不杀生 不偷盗 不淫邪 不说谎 不淫酒 那社会多好 让和谐 不是和谐吗 除了相反企业不高兴 酒卖不出去了 除了牛栏山不高兴 别人都挺好 都挺好 所以他这宗教一宣传 老百姓得到一条解脱之路 统治者更高兴 哇 这宗教太好了 他让你忍让 忍让 忍让好 同志者更高兴 所以宗教广泛传播 广泛到什么程度 南朝484 多少楼台 烟雨中 可是这个宗教广泛传播 这什么事你不能干过了 一过了他就有点 这个就是说这个物极必反了 物极必反了 所以我们看那个底下这个 这个 佛教的盛行带来了危害 首先是扯淡 什么人民甘心 压迫 安于现状 看第二 其次 就浪费钱财 你花钱花怎么样 太多了 中国历史上一共有七个皇帝 四百多个帝王 只有七个皇帝 活过了七十岁 这七个皇帝里呢 有四个活过了八十岁 第一个就是梁武帝 就是南朝484 梁朝的皇帝 梁武帝 人称菩萨皇帝 人称菩萨皇帝 他这个不吃肉 他吃素 所以从梁武帝开始 中国的僧人就开始不吃肉了 以前的僧人是可以吃肉的 佛祖释迦牟尼 他是脱婆化缘的 人给他什么 他吃什么 而人都认为给肉是最高级的 给肉好 所以南传佛教 东南亚的小城佛教的僧人是吃肉的 西藏的僧人更吃肉 他不吃肉他没别的 只有汉传佛教的僧人 只有中国僧人才不吃肉 日本僧人也吃 日本和尚还都娶媳妇 他也吃 所以梁武帝是菩萨皇帝 三次舍身同太祀 出家了 皇上出家了 大臣一上朝 皇上出家了 你这玩意咋整了 皇上出家了 请回来吧 那你得给同太祀干嘛 布施嘛 就是捐钱嘛 皇上为修庙 皇上没钱 皇上把字卖了 舍身同太祀 就这意思 大家拿钱数 第一次一亿 第二次两亿 第三次三亿 皇上三次舍身同太祀 同太祀弄了六个亿 这钱从哪来啊 老百姓身上来嘛 对不对 再者说这人要出家了 出家无家 对吧 不能结婚吧 不能繁育后代吧 古代田野僧 田野僧户口增 对吧 你户口得增了 结果你都出家了 户口都往下怎么样 捡呀 打仗没人了 劳动没人了 交税没人了 是吧 我出家我就不交税了嘛 我都出家了 好多农民就是因为躲避赴税 干脆就出家了 是吧 干脆出家了 是吧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官府一看 你这玩意不麻烦了吗 那你看这吐蕃帝国 我们后边讲 唐朝的时候 集圣的时候六百万人口 后来佛教盛行嘛 人人出家了 一九五零年才十二 才一百万人 还有十二万喇叭 你这不是麻烦了 是吧 所以就是 叫什么 家家弃其 人人弃其亲爱 家家绝其次序 你这一下这个国家就没法发展了 那没法发展怎么办呢 所以你看 第三 说这个私院经济发展过度 广站田宅 亲夺百姓 与官府争夺劳动力 农民负担 加重 所以有人就起来反佛 比如范枕就起来反佛 问题是 你反佛 你怎么反 我说这个佛教不好 我怎么说 我不能说他 不是 我不能说他 你这个佛教不好 因为你跟官府争夺劳动力 你这么说都没劲了 我就从什么上 博你 从你的教义上 博你 所以范枕 他反佛 他实际上就是因为 这个佛教 妨碍到了政府的行政 但是他 他是就怎么说 我从你的教义上 博你 我从你的教义上 博你 所以范枕 在神灭论一书中 枕 在神灭录音中 提出人的精神和形体 是统一的 他说 肉体和精神的关系 就像是刀刃跟锋利的关系 没有刀刃就没有锋利 所以没有肉体就没有精神 你说很锋利 什么样锋利 刀刃很锋利 这刀刃没了 还存在着锋利这种东西吗 所以他说没有 没有什么六道轮回 没有什么这种都没有 结果这个 因为南朝皇帝 笃信佛教 所以当时这个齐朝的 敬陵王萧子良 跟他辩论 一堆高僧跟他辩 辩不过的 然后萧子良跟他辩 你不相信三世因果 六道轮回 为什么我生来是王爷 你生来是老百姓 这不是前世注定的吗 我肯定前世基伏 我生为帝王 对吧 你前世造孽 你生为百姓 那肯定是这样 然后范枕 一直这个庭院当中 一株梨树 开满梨花 芳香富裕 说你看这树树没有 看见这花没有 一阵风吹来 哎 花都掉了 有的飘进了主人的卧室 主人把它捡起来 放在盛满清水的器皿里 让它继续散发芳香 这就是王爷您 还有的花吹进毛坑里的了 这就是范真我 是吧 他说 你说是难道是前世注定的哪朵花进卧室 哪朵花进毛坑吗 有这个吗 是前世注定的吗 不是吧 一株树的花注定什么注定 这个很偶然 风从这边来 我就进毛坑 要从那边来你就进去了 对吧 这没有什么前世注定 什么前世果报 你给静明王气的 你人都把字笼比成毛坑了 你还能把人怎么着 你还能拿人怎么着 所以 范真这家伙比较厉害 所以他是唯物思想 发展了唯物思想 发展唯物思想 是吧 然后这个 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灭佛 这两个皇帝灭佛 皇帝支持佛教和灭佛 都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 都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 所以这个你看 五十九页 五十九页 阅读与思考 中国这个佛教史上 有三五一宗之祸 就是灭佛的皇帝 三五一宗 三五 北魏太武帝 北周武帝 唐武宗 唐武宗 一宗是后周世宗 三五一宗灭佛 都是因为佛教的发展 就是影响到他统治 所以你看周五帝 为什么要灭佛 求兵于僧众之间 取缔于塔庙之下 二百万人出家 都给我还俗 这一还俗 增加了多少战斗力 求兵于僧众之间 取缔于塔庙之下 你盖房 你不得用耕地啊 所以我把你那塔庙 拆了之后不就有了耕地吗 就这个意思 然后周五帝灭齐之后 进齐境内的佛教 现成寺庙出四十千 并四王宫冲为地宅 把这庙都给怎么样 给卖了 四十千还真便宜 四十千 四十千就是四万嘛 四万块钱卖给你 什么大殿七殿前蓝 佛教的庙宇都是七殿前蓝 一进去山门 天王殿 大雄殿 藏经阁 东西佩殿 正好一间王府 把里边的佛像一搬走 正好一间王府 给你 充为地宅 五重市门 减三百万 皆赴军兵 还归编户 五重市门 这三百万 该当兵的当兵 该交税的交税 还归编户 荣阔佛像焚烧经教 三宝福财 不禄入关 登记赏赐 分散殆尽 庙里的东西权威怎么样 分了 佛像给怎么样 荣啊 为什么荣啊 铜的 做钱 做钱多好 做钱 铁的可以做兵器 金的那更来劲了 那更来劲了 一般中国古代佛像 是铜像 铜像正好砸了做钱 砸了做钱 所以 所以他总结灭佛的结果说 自废以来 民意烧息 租调年增 兵师日盛 东平齐国 西定妖龙 国安民态 岂非有益 对吧 我为什么要废佛 民意烧息 租调年增 兵师日盛 所以我才要灭这个 灭佛 今天连佛教界的高僧大德 都认为三五一宗灭佛是 对的 就这佛教闹得有点 你出家就应该在 就应该修行 你不应该就是我搞经济活动 那个文学和艺术就拉倒了 我就不讲了 那就是以后你们的事了 你们的事了 咱就讲到这个哲学这就完了 那文学艺术不是不考 是我不讲了 明白这意思吗 那个手工业和商业是不考 是不考 对观看